字幕提供 大家好,我是Lani Lani今天要來示範 就是整趟我這一件 超級重的褲犬 好,那現在呢 我現在要來準備整趟給大家看 那 首先呢,我們先 我會先 因為這件褲子 我會先整趟這一邊 然後等一下再處理另外一邊 那我現在先從下擺 開始整趟 因為這件褲裙 它 它是有綿自己的材質 所以它洗完之後就是會像這樣子 非常的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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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弧度的地方呢 我不會照它的弧度走 我會盡量把它拉直 這樣子 為什麼要把它拉直呢 因為它才不會越來越大件 這樣子 其實 呃 以彈性布來講的話 綿紙的布料它很容易會 就是變形 就是本來你可能買回來 買完 也是X號 可是可能洗酒之後它可能就會越來越大件 可能變L 或者是 再大一點這樣子 就是棉布它的特性 好 下擺好吃喔 然後 再來處理正面的地方 好 有沒有看到我這邊 我這邊下擺處理好 是不是跟這邊比起來 是這裡比較平整 好 現在呢 那我現在要怎麼處理 首先先把這邊的 先把這邊的 那個側邊 對齊好 好 然後一隻手 其實正常來說 其實正常來說 我是通常我的身體 會壓 壓著這裡的一小塊布這樣子 整它 可是 這樣你可能會看的比較不清楚 所以我就用手壓著就好 就是會這樣子 我通常是會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拿一塊東西 壓著我的前面 不用像我拉那麼用力 我只是 有點 有時候會習慣這樣 好 一小段一小段 燙 再來換著這邊 好了之後你就把它移過去旁邊 因為它其實是 因為這塊布很軟 所以它 它會形成很自然的垂降度 往下 往下拉不用太用力 你只是要讓它對 那個 有一個很自然的垂降度下來而已 因為你不要太用力啊 免得你的那個 褲子 你又變得更長這樣 然後你就看一下哪裡做做的 通常這個口袋在這裡 對我之前整趟都覺得這裡 每次都很 很不好用 然後你可以看到我熨斗 其實我不是用熨斗下去去燙 而是我在拉的時候 我利用我的正體 讓我的布平整 好了之後 這邊好了之後 好再來換這邊 一樣下擺 你可以兩邊下擺 處理好之後 再來用我剛剛下了 那個動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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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一樣 把你的 側邊的 縫份抓好堆起 一樣東西壓著 好 好了你就開始把你的布往旁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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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看一下 看一下你觉得还有没有哪里要补墙 这里口袋的地方这也很容易会做作的 所以这里 正面好了之后放到背面看一下 其实我很不喜欢人家烫衣服就是正面好看就好 背面背面皱皱的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样好像不太好吧 背面的地方我们一样也给他整它一下 记得这里的缝分是要让他对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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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4 5 5 5 紅糞的地方你都要讓他兩片都對齊不要 不要沒有對齊這樣因為這樣不好看 我在拉的時候並沒有很用力只是含著 因為我我只是要這個有下垂的垂 這個垂墜度而已 不是要把我的裙子拉拉得更長這樣 還有你整趟整趟衣服的時候衣服最好不要一直動到他 對那是因為我這個範圍有限所以我才會一直動我的肚 正常是不能一直動你的肚子 免得你燙好之後他又亂了這樣 這有點常常不知道我用到什麼東西 然後你燙好之後你就看一下他大概還有哪裡那個需要修改一下的 尤其是這個袋這個口袋的地方這裡很容易就是會那個 會這樣子皺皺的就是有點波浪的習慣 這個他洗久都會這樣所以我有顆眼光 就讓他平貼這樣子就好 那我的褲裙整趟就到這裡解說 好就我剛才應該是一開始兩邊的那個 效盤應該都先整趟然後再處理那個正面的這樣會比較好 只是我想說我先示範一邊給你看這樣子 好那這個有垂墜度的那個褲裙就整趟到這裡結束了 好麻煩 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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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